股市一言难尽,很难形容它,特别难形容,股市指数没怎么跌,但是个股跌的还是比较惨的, 我们最近是小亏,就是亏一点,但是亏的也不是很大,但是也是亏的。 你要说市场没有机会吧,你看今天从板块的角度来讲,人工智能也是涨的,电力股也是涨的, 煤炭也是涨的,CO也是涨的,而且涨幅还挺大的,所以说没机会吧,好像也有机会, 你说没有机会吧,最近的小盘股,体财股,概念股跌得太惨, 其实我们散户应该也知道,假如你炒体财,找概念,你最终注定也是要亏钱的, 散户很多人都炒了好多年的体财股,炒了很多年的概念股,最后还是亏的, 很多人都知道可能是要价值投资,但是价值投资什么是价值投资呢,又比较复杂, 其实你看这么多年你买煤炭还赚了不少钱,买银行股,很多银行还创了新高,对不对, 那么现在小盘股加速退市或者有问题的股票退市过之后, 现在的散户恐慌了,在小票里面的资金恐慌了,都在往大票上运动, 所以说像煤炭石油,最近银行表现还可以,只是说这个过程付出的代价是比较惨痛的, 我们股民应该也知道,现在的退市或者加速出清啊, 它其实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,因为你一直在这种体财概念里面最终也是亏的, 当然你去买这个白马股也不一定证明就一定是能赚钱的, 当年的万科不是白马吗,大白马万科比这个白的相当厉害,那也是亏的, 所以说这个股民不做价值投资呢,因为这个本身确实也很难, 长江电力的吧,长江电力,中国神华这些最近倒是一直在涨, 美国涨人工智能咱们涨电力,因为人工智能要用电嘛, 接下来有几条消息呢,稍微讲一下啊, 首先呢这个A股啊,前几年肯定是我们犯了错误, 所以说你看这个最近啊,明显的资金跑港股去了, 上个星期五,昨天今天,就是上个星期五加上这个今天, 连续五天内地的资金都在往港股跑, 就是连续五天啊,内地的资金都在往港股跑, 我们A股呢,因为本身,就是A股自己都不买,结果去买港股了, 所以说A股最近调的还是很凶的,而且时间跨度14个交易日, 调的还是非常凶的,为什么去买港股呢? 港股,我们不管怎么说,港股前几年它至少没有大跃进是吧, 港股至少前几年没有大跃进,没有说前几年这个狠命发, 使劲发,发这个新股,所以港股呢,好像还行, 最近稳住了,最近稳住了,然后呢,这个经济日报说了一句, 它说林荣人铲除七大发行,其实都知道,都知道这个林荣人铲除七大发行, 浙江国祥就不用想了,浙江国祥就想都不用想了,肯定是杀不了事了, 经济日报呢,毕竟也是官媒嘛,它说了,隐瞒成本, 隐瞒成本,虚增收入,看到没有,隐瞒成本,虚增收入,捏造业绩, 把原本不具备公开发行条件的投资标的包装成盈利能力强, 估值高的优质投资对象,以债券或股票的形式入市融资, 这从源头上就开始造假的行为,主观恶异强,破坏性大, 严重扭曲了资本市场的配置功能,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, 扰乱了市场正常运行的次序。 但是都知道这个七大发行, 关键是好像也没看到谁真的被怎么处罚了,对不对? 那你关键是对吧,七大发行你得罚好像也没看到罚谁啊, 这股民好像也没看到有什么人赔赔偿的呀,是不是? 不过最近确实从源头上处理了,对吧? 你看券商投行业务滑坡了,年内189家IPO项目撤回, 多家中小券商交白单,年的189家都是主动撤回的, 现在IPO基本上也停了,这确实从源头上处理掉了。 注册制它是建立在进去比较容易,出来也是很容易出来的, 但是到我们这里的国情就是变了,因为你出来了, 退市了,对吧?这个赔偿的问题解决不了,这个很难退市,对吧? 你这个谁赔呢?你说我上市公司赔,上市公司大股东简直都跑路了, 美上都跑到新加坡去了,人家带着简直了45亿的资金都跑到新加坡去了, 你这个钱你追不回来,你这个钱你怎么赔? 那不是说的不相当于,对吧? 所以总的来看呢,反正新股发行是要变少了, 然后今天的一个热点就是人工智能,昨天晚上英伟达再次大涨, 超越了苹果的市值,哇天哪,这个英伟达太牛了, 科技板块全年爆发,我们A股的科技板块涨的比较少, 但是今天也涨了一点,英伟达昨天超过了苹果,淡宾好牛啊,淡宾不得不佩服这个眼光还是很独到的, 淡宾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,淡宾他这个英伟达一直重仓还拿着, 淡宾他们公司家淡宾总共有9个基金经理,其他的8个基金经理都买过英伟达, 都重仓过英伟达,但是就淡宾一个人拿住了,确实确实是有脸强的, 你这里,当年淡宾说了这个人工智能将来可能会诞成10万亿美金, 10万亿美金啊,这公司还真的有可能了, 当时可能英伟达1万亿的时候人家不相信,现在英伟达3万亿了, 那再涨3万亿不就10万亿美金了吗,对吧,好像,哇天哪, 这个咱们这边人工智能已经不跟了,主要是因为美国是真的有人工智能, 我们的人工智能都是假的,都是乱炒作的, 我们A股啊还在苦苦的保卫3000点,我们A股还在苦苦的保卫3000点, 美股呢都已经上天了,美股不但上天了, 其实越南股市也是大涨的,你看,越南股市, 越南股市这个毕竟两年高点了,看到没有, 6月5号的时候,越南股市也毕竟两年高点了, 哎,就是A股还在苦苦增长,但是全球股市就是A股还在苦苦增长, 但是其实在,我们说句良心话,其实在注册是没有实施之前的股市啊, 虽然走的很弱,但是它也不是弱成这个样子,真的,那个时候呢, 你像这个14年15年还大涨过的,对吧,19年20年还大涨过的, 然后注册是可能就是在20年21年涨了不少的时候,哎,人家要注册了, 结果注册这些年大跃进,一年上四五百家公司,你想想, 到时候这些公司减持的,天量的减持啊, 本来就那么多股民的吧,又没怎么增长, 天啊,这真的是,对吧,所以说这个注册制呢, 可能这个,这个跟股市这几年的持续走弱是有密切关系的, 这上个公司实在太多了, 确实像,像浙江国强这种公司啊,对这个市场信息冲击实在太大了, 哎,太难了,人家股市都在创新高,咱们还在救市, 咱们还在救市呀,昨天晚上呢,这个加拿大呢,降息了, 打响这些国家第一枪,我估计呢,这个全球降息呢, 应该也接近了,再熬一熬吧,最近有一个新段子, 说是,超股市能赚钱,凭我们的国情,开户不得找关系吗? 他说,超股市要赚钱的,这个开户不得找关系吗? 这个,哎呀,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啊, 广州市呢,开始下场收商品房了,按照成美价收, 这个房地产呢,房地产呢,能稳住就好, 但是呢,你看房地产稳不住,股市天天跌, 昨天我们讲连西瓜都卖不出去了,对吧, 房地产稳不住,你要股市再稳不住的话, 其实房地产稳住还是很困难, 因为全国的这个房地产这个体量这么大想稳住, 但是股市其实还是应该能稳住的, 当然今天为了稳住股市,你看中国移动都涨了两个年, 股市还是绿的啊,没办法了,熬一熬吧, 今天市场放量了,恐慌盘肯定出来了, 今天小盘股的恐,小盘股的恐慌也是非常强的, 小盘股,小盘股这一次还是要按照李贝讲的, 逃出了火葬场就不要再回来了, 这个,我们其他的判断不了啊, 我们其他的判断不了,但是那个小盘股, 微盘股一定要记住, 这个逃离了火葬场就不要再回来了啊, 那我再等吧, 就不要让你点点点关注,